蘋果正在開發M1芯片的下一代,預計將被稱為M2 並且多個傳言已經表明這些芯片將用於包括更新的MacBook Air 和新款的13英寸MacBook Pro在內的機器 在剛不久蘋果衝擊發布會結束後 分析師郭明基就分享了一些關於2022新款MacBook Air的細節 郭明基表示,2022款全新MacBook Air將採用全新的設計 有多種顏色可以選擇 新款的MacBook Air設計風格不再是蝎型 而是類似MacBook Pro的風格 同時,新款MacBook Air會更薄更輕 顏色選擇與24英寸的M1 iMac相似 有藍色、綠色、粉色、銀色、黃色、橙色和紫色等選擇 蘋果最新款MacBook Air 2.2的傳聞已久 其內部代號為Go413 根據眾多消息顯示 新款的MacBook Air的外觀確實會被蘋果重新設計 機身會更薄,但性能要更強 根據從蘋果內部得到的消息稱 蘋果將會為新款MacBook Air搭載M2處理器 因為目前蘋果正在測試一款全新的Apple座面芯片 這款芯片應該就是M2 它的CPU為8核心,GPU為10核心 它將會取代之前的入門級M1芯片被搭載在MacBook Air身上 也就是說,希望新款MacBook Air搭載高端 M1 Pro、M1 Max或M1 Ultra芯片的朋友們要失望了 與此同時,蘋果也在研發M2 Pro Max和M2 Ultra芯片 CPU最高可達到24核 同時,蘋果以後的電腦產品將全部覆蓋M系的芯片 在之前,蘋果就有曾對外宣布 要在兩年內把旗下搭載英特爾芯片的Mac電腦 全部換成自家的蘋果處理器芯片 根據目前的消息來看 蘋果在今年年底會推出最新的M2芯片 並將其用在全新設計的MacBook Air 與13英寸的MacBook Pro機型上面 同時,一些硬件參數和推出的時間也被提前曝光了出來 根據可靠的消息來源證實 蘋果也會推出13英寸的MacBook Pro給用M2芯片 但是外觀方面不會有改變 還是採用原先的設計 而不會採用傳言的16英寸新造型 在命名方面,今年的13英寸MacBook Pro會繼續保留Pro命名 但在明年會將13英寸的MacBook Pro給名為MacBook 被列進入門級機型 其原因是MacBook Pro已經擁有14英寸和16英寸 那麼13英寸配置相對較低的機型自然會被列為基本款 至於MacBook Air它還是定位在Air之間 它甚至要比MacBook定位第一個檔次 目前尚不清楚搭載M2芯片的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 會在何時推出 但這兩款設備現在都還處於開發階段 今年年底推出與大家見面應該問題不大 並且預計MacBook Air這款筆記本電腦的價格 將與當前這代產品相近 這也就是說它的起價應該在900-1000美元左右 Pro則要更貴一些 Patreon